被計入2020年人口普查的時間 已經不是剩下很多 截至9月20日已經統計了95.4%的美國家庭 這意味著超過600萬個家庭尚未做出任何回復 如果家庭仍然不回復的話 在未來的10年裡你將會失去用於關鍵公共計劃 服務和機會的資金 而每個人都很重要 每一個回復都很重要 可以幫助確定下一個10年為你的社區提供資金 人口普查局揭進全力統計在美國生活的每一個人 包括開展特別行動 以統計在農村和邊緣地區的人 在部落土地上的人 以及無家可歸人士的人數 人口普查員將會繼續訪問未有回復的家庭 但家庭可以通過2020census.gov在線上 或打電話或郵寄等方式 使用英文或其他12種語言自行回復 人口普查局還提供59種非英語語言的語言幫助 無論年齡、國籍或公民身份 居住在美國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計入2020年人口普查 2020年人口普查不會詢問移民身份 一個位於洛杉磯並服務洛杉磯的日本老人的非營利性組織 從今年2月開始就開始了2020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推廣 他們依靠人口普查和健康數據來清楚地了解人口老齡化 該數據使用組織能夠調整其服務 以更好地為其客戶提供支持 儘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干擾 但非營利組織仍然繼續努力直到最後期限 以令到他們在社區上全部被統計上 這些非營利組織看到了準確統計所服務對象的好處 這些好處就包括獲得公平的社區資源份額 以及政府為亞裔美國人提供的資金 現在就是最後一次通過在線電話或郵件填寫表格的機會 請你馬上訪問2020census.gov獲取有關2020年人口普查的更多中文資訊 要通過電話可以用你的語言回覆 請示電國語844-391-2020 或者廣東話844-398-2020 天下衛視編輯報道